中国女排21.30决战波兰 七仙女阵容有望华丽升级 蔡斌或契用两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爱三 众手周知那么中国女排接下来在打完了巴西女排的比赛之后呢 在第二战的比赛将会去面对波兰女排在晚上的21点30分来进行 对中国女排来说那么这一次面对波兰女排虽然说不算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对手 但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次获得更多积分以更大的主动权进入这一次的 八强席位的话 我们必须呢 以最大的一个实力去打败对手 争取很少对手呢 拿到三个积分 所以从目前来看来 针对这一次这个对手呢 我们也确实有必要呢 去调整一个阵容去弥补上个 比赛出现一些问题 争取最好的一个表现 最强大的阵容呢 去面对这个对手 获得更好的成绩 从目前来看来中国女排的想要派出比较好的一个阵容呢 我们就必须来回顾上一场比赛 面对巴西女排的所暴露出的一些不足 包括一些表现不好的球员那么在本场比赛是否能够得到一个调整 要其他啊表现更好的球员有更多的一些上场机会呢对教练主而言也是一个必要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来中国女排的到现在为止暂时没有官宣最终的首发名单 但我们也可以根据在前面这场比赛的表现不错的一些球员来做一个大概的首发名单来猜测 来猜一下呢大概有哪一些球员能够作为首发 另外一方面呢有哪一些球员有可能接下来呢是不会上场的 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强调一下最终呢这一份名单还是要以官方的为准 我们这里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猜想和分析而已 从目前来看在主攻方面的话当然了就是林莹呢肯定是第一主攻手的 除此之外的话目前来看呢今夜有可能呢会得到一个首发的机会 那么除此之外啊王云露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是表现的一般般 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会被放弃使用 那么在副攻方面的话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袁新月和 王源源的表现非常的不错所以这场比赛是有可能得到首发的机会 当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正义兴和杨涵玉呢 有可能也会得到一个安排的机会 毕竟我们也知道这两个球员呢在过往成绩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啊 在前面两周的比赛当中始终是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出场机会 所以到了最后的一场小主赛当中呢 蔡斌不排除有可能会给到这些年轻小将更多亮相的一个机会 那么除了在副攻方面呢这样的有可能是如此安排之外呢 另外在接应方面目前来看的话 龚翔宇呢还是比较妥当的一个安排 而在二船方面呢那么丁霞目前来看可能是比较疲惫的 接下来呢不妨安排凋零雨呢有更多的一些出场时间对中国女排 而言呢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最后呢可能啊在自由人方面的话那么上一场比赛当中王唯一呀和王 云露的一个整体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这场比赛不排除王唯一呢可能不会得到首发的机会 将会让尼飞凡这个年轻人呢得到更多的首发时间 让他帮助中国女排去建功立业 所以总的来说目前来看了中国女排呢接下来的首发名单 有可能会是刚刚猜想和分析的那样 那么最终到底的名单如何呢我们也不妨呢期待在官方最终的官宣名单 而从目前这份名单来看的话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王云露和王唯一呢接下来有可能会被放弃使用 让其他表现更好的球员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实践 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说中国女排能够去克服上一场比赛出现的一些整体的阵容问题 在本场比赛则得到一个调整和完善的话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面对这个并不是特别强大的对手呢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把握能够拿下对方拿下这三分 只要拿下三分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一个整体排名积分呢 将会继续有上升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对保住这个八强的门票呢中国女排就能够有更大的把握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